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原子弹支付和国产007 我造型几次啊 不是谁跟谁呢 一定是Christopher Nolan跟周星馳的 但是Openheimer这张戴婴顶帽丹如口烟这张照片 其实就拍了很多年了 最近的人想学他 因为你学了他之后就变了个科学家 你这样整个造型就做了科学家 这些大家当作玩笑算吧 我们今天有点铺牌 为什么呢 最近这部电影竟然成为轰动 我们数一数 其实是科学家传记片 近年我们有印象的就是Simon Hocking 你上《神秘之夜》也有讲过 《骨麗夫人》 但两部电影都没有这部电影那么轰动 这部电影现在是成中话题 包括香港 所以你要解释一下 我们应该铺牌了就是我们今天就先以Openheimer 开先 我们就用一个Fallway的角度去讲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是涉及市场的需要 因为今天讲Openheimer的烈率应该高很多 还有这样的 也希望如果大家是看完的人也好 未看的人也好 听一听我们讲的 就让大家过多些人 我觉得就对大家有用 希望能够做到 我首先想问你就是 作为一个科学的教育 普及科学教育 以往来说 荷里活不多拍的 因为没有市场 但是这次为什么能够構成这个温 即个控洞 是否纯粹因为IMAX 纯粹因为像70米厘 大家如果有听开我们的听众 你是没有留意 去年7月的时候 我已经拿出来讲的 它的宣传是一年前已经讲 一年后2023年7月20日就会上映 我記得當時我也說的 如果是2023年,我一定會去看這部電影 當然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覺得 還有Christopher Nolan 這位導演 另外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你說是說居禮夫人的電影 那很多時候的角度就比較由一個女性的角度去說 那你說的Steven Hawking 你都預計了說他自己的身心障礙 是怎樣令他越過這些障礙來達至成功 那這個故事是很有預期的 Open Timer 如果未看的觀眾 我都覺得需要知道這幾件事 他這個人 你預計了他就是弄原子彈的人 但是你知道這個故事其實要說的話 不只是說弄原子彈 而是還有弄原子彈之後的 他自己個人的遭遇 然後當然他自己的私生活那段故事也很有趣 然後也會令人對於那種 大殺傷力武器的思考 所以這部電影 我自己個人有期待就是說 這幾堆東西怎樣平衡怎樣共野一路 然後就令到我們可以帶到更多思考和話題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部電影 我會覺得真的比Steven Hawking和居麗夫人更加值得期待 好的 這部電影對於我來說有兩個教訓 第一件事就是一百年前 如果你懂得說量子力學的話 溝女是很容易的 這裏是錯覺來的 老實說你不要看到Openheimer 我自己在網上社交媒體 在網上社交媒體也有人問 為什麼一個物理學家可以這樣 溝女的溝女的溝女性 首先他其實是一個 被物理學擔誤的溝女性手 如果沒有物理學 他可能在圍禍世間會更加多 更加多女性會受他傷害 以分量性中重量 他本身這件事是天生已經是厲害的 讀物理只不過是一個陪襯 實際上就是你千萬不要以為 讀物理就可以令到有些東西 我真的以為是的 我後悔當年不選物理學 選英文經國雲學 你看到我這樣的款 你就不用再後悔了 是不是 不是 你挺好 這些就算數了 可能我讀物理更好 這就是其次 但我回到一個正題 一百年前 有人肯去講量子力學 有人肯去讀和教 可以說是幾創先河的 因為這門學問剛剛才開始 而且還要是關乎到 很多當時行內的大師 很多的教授 本身是看不起這門學問 愛因斯坦自己都不喜歡 量子力學裡面的那種描述 說一些事情就是確定不了 就是上帝會摘色紙 那種概念他們是很不接受的 所以就是說 很多時候大家都希望用一個 不需要引入量子力學的方法 來解釋我們現在原子見到的事情 這件事是一直到直至他們都死了之後 即是死到新的那班人 都學了量子力學上來 才將舊的那班人淘汰 那Openheimer 你看他本身的學術背景 他在1900幾年出生 他在美國那裡接受基礎教育 然後他那時候是由美國去歐洲 首先去英國 接著再去德國 來學習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物理學的學問 其中一個就是量子力學 然後再將這件事帶回美國那裡 這個世界觀跟我們現在看起來很不同 如果你現在問我 読物理學最好去哪裡 那你首先考慮一下美國 但是的確在20世紀的初期 甚至去到中期 整個物理學的研究學術中心 都是在歐洲的地方 直至去到二戰後才有所轉變 Openheimer 這個人能夠當時走上這條路 將這個量子力學帶回去 最尖端的潮流帶回去美國 那是幾創先學的 第一個教訓是科學家 特別是物理學家 不要蝕足政治 嗯 是啊 這個我都覺得不當劇透的 因為你就算看回Openheimer自己的心路歷程 他的人生經歷的簡略就是呢 甚至我們以前節目都有提過 他是這麼辛苦去搞了這顆原子彈爆出來之後 再在二戰之後你要再進一步研發輕彈呢 他就被拒諸門外 就沒得再做下去 其實又不是完全去碰不到 但是基本上就是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已經要離開那個武器的研究那裡了 背後就很多政治的博弈 在那個電影裡面也有把這件事 是很時空交錯地的交代給大家去看 這個留給大家去發現 是啊 但是這個教訓我想不只Openheimer 多其他的科學家、物理學家 我不知道遲些還會不會有人走這條舊路 我懷疑也會有 但是有 有 有 謹記啊 物理學家就做物理學家 不要搞什麼左派政 什麼馬拉斯主義啊 什麼左翼思想啊 不要搞這些東西了 好啦 那有幾個問題我想問陳正雄博士 在這裡幫一些聽眾解答一下 第一樣的就是他戲的初段 就說他年輕的時候他認識這個量子物理 要去荷蘭演講 他去到荷蘭才用荷蘭文 用荷蘭文去講這個量子物理 你覺得可不可能這件事? 這件事在他的傳記裡面真的有記載的 他就雖然好像看起來就是 在荷蘭六個星期就已經學會 怎樣可以在荷蘭那裡去演講 實際上如果你學到一個語言 你都知道的 你當然是原先已經是有一些小小的根底 可能認識一些生字啊 知道一些發音先 然後你真的去到荷蘭 即是用六個星期來學的時候 這件事很有趣了 都不用在 都不是我們自己提出來的 你發覺很多人都會同意的 你如果想學一個新的語言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懂得一個講那個語言的女朋友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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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異性朋友 其實大家也需要知道一件事 Openheimer這個人非常alpha male 他也是一個播種能力非常高的男性 然後就是他那個去戒的能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也有記載就是說 似乎他為了去學荷蘭文 其實他是認識了一個講荷蘭文的女朋友 那就令到他的荷蘭話突飛猛準這樣 但是他又懂得繁文 他不會不懂得繁文的女朋友 是的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他都能吃幾集的 好 我們解釋了這件事了 有一個跟我們科學生之好有關係的問題 就是氣候段他講這個內爆 是否有簡略的狀況出現 我們理解了 因為一個三個小時的傳記片已經長了 你不可以真的沒有一個科學概念去解釋 但是這個內爆這個 他處理是比較簡略的 因為真實的情況複雜很多 也有一個問題就是 Openheimer去處理那個馬克頓計劃 真實的情況 實際上比在電影中所說的凡千百倍 是的 因為你在講三年的研發過程 你在講電影中用了大約三分一 還是一半的蝙蝠左右 講他在馬克頓計劃做的事情 那你就一定要盡量將東西拼湊到一個比較緊湊 一個戲劇的效果 其實以前我們講原子彈的時候 都講過幾個關鍵細節在這裏 馬克頓計劃裏面是 製造了兩種不同的原子彈的設計出來 兩種不同的設計 分別就用了在廣島和長崎那裏 廣島用的那顆原子彈其實是沒有試過的 沒有在美國試過 直接就拿去廣島的頭殼頂那裏爆的 因為它的設計相對比較簡單 在電影裏面都會提到 就是他們那些研究小組人員在爭議 應該用哪一種設計 最後兩種都搞 結果兩種都搞成功了出來 然後還有一種 就是廣島那種 它的結構簡單些 就是原子彈的核心裏面 只需要將其中一塊的有二三五 放進另一塊有二三五 合起來 然後就可以令它超過臨界質量 然後就把握 基本的原理就是這樣說 你要點著它很簡單 只不過就是把東西放在一起 就是這樣 但是戲裏面需要多說一些 比如說 用一個叫做內爆的模型 就是它是用到另一種叫做布的元素 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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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那個影響這件事的由來 通常你如果做戲 你可能看到它 開始怎樣砌那塊東西 然後爆就算了 實際上你要去做這個很漂亮的影響 舉一個反例就是 在北韓研發的過程中 其中一個弄了的地方 曾經試過是什麼呢 影響不對稱 它左邊那塊爆得比右邊那塊 或者左邊前面那塊爆得比後面那塊 就令到壓力不均勻地壓去中間 就令到整個連鎖反應出來出得不漂亮 所以你想一下 當時要做到很精確很仔細的 突然之間是同一時間 向著中心一起去給壓力下去 壓力不大不少 大家都要一樣 還要同時 然後每一部分 是用幾塊不同的炸藥 不同方向這樣炸進來 你怎樣控制到去炸那一刻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技術問題 所以這些細節 如果你一個個慢慢講 其實也是很悶很悶的 另外一個要講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是電影裡面 也未必有時間慢慢講 就是在那種材料去濃縮 去惹戀那堆化工那堆東西 其實化工這堆東西 就是Erico Fermi 在芝加哥大學的廢米 他很主力去幫忙做的 怎樣去把那些有元素儲夠呢? 你是需要用一個 就是那些粒子加速器去幫它做分離 然後蓋好東西之後慢慢儲夠 這個儲的過程 就不是發生在Openheimer主理的 那個Lotsalamos實驗室那裡 就要去到Ockridge的實驗室 那個其實是另一個故事 就變成Erico Fermi 做主角的故事 所以你就看到 你做導演編劇 你只能夠取捨 那些譬如是在說 野金的那些 就不跟Openheimer的那些 又站在一邊 然後主要的故事 集中在那個Lotsalamos發生的事 以及他比較近 就去Berkeley 跟那幫理論的人開會 做那堆東西 你會發覺就經常出現 所以我會建議的 大家去看這些電影 他們的人物這麼多 而且有很多也是不可以被忽略的人物 如果你認識那些人物 你就會覺得更加好看 我覺得就像你看武俠小說一樣 你如果記得他們的名字 他們最厲害是出什麼招 你會看得很過癮 其中一個過癮的地方就是 不用說了 你看到愛因斯坦的頭髮 你就知道那個是愛因斯坦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只不過他提出了這個內爆 但是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真的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王 Neumann來 那我就覺得既然你有這個Niedermeyer出場 為什麼王 Neumann都不可以出場呢 是的 這個我就招了頭 那其實我想你也很需要看一下 就是這些人出場 他叫做給這條橋出來 他是怎樣給出來的 那他有沒有真的踏足過在諾沙利摩斯 或者是直接去跟這個 Openheimer有直接的通訊 還有他自己本身跟Openheimer的私交 我想這幾樣東西都挺決定的 那譬如有一些人物 他是好像Openheimer的師傅級那些人物 例如愛因斯坦 也都真的在文獻記載裡 他們是有接觸過的 無論是在那個戰爭時期還是戰後 那另外就是有些人物就是Neumann 那譬如你如果說學習那個粒子模型 叫做波爾模型 那其實就是Neumann提出來的 他在這個量子力學 是一個屬於電機級教父級 好像Max Planck那類的 這些人物來的 那他還要是在那個 就是歐戰的時候 透過盟軍的營救 很千辛萬苦將他救了出來 然後呢 也都有去諾沙利摩斯 去到Openheimer那裡 是有訪問過 有給一個講座出來 那譬如這些人 他真的曾經跟Openheimer接觸過 還在那個 就是New Mexico 諾沙利摩斯這個實驗室接觸過的人 於是就有個位置讓他出鏡了 就讓他出現了 在電影裡面很多時候 我們就叫 Neumann提出來的那些模型 就是用他的姓來命名的 波爾模型 但是你知道外國人 叫來叫去 就是叫大家的 第一名 於是他們說 Neumann 其實原來就說 Neumann 那你說愛因斯坦他們不會說 Einstein 他就這樣 看到愛因斯坦就是Albert Operheimer自己被人叫做Robert 是吧 另外有些叫Ernest Laurence Edward Teller 接著 Hence Bathe 這些名字 你能夠聯想到 如果喊得Edward就知道是說Teller 喊得Hence就知道是說Beth 接著說得Robert就知道是Openheimer 那你捉過劇情 你會捉得快很多 你會過癮很多 但是如果你有聽科學生指 對那個劇情就掌握得比較清楚很多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在不久之前 其實我們討論過海鮮堡 在那個原爆的計劃裡面 他有什麼角色 那這套戲是很簡略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留意 他已經對海鮮堡做了一個判斷 我們之前我們有提過就是 海鮮堡究竟他在德國那個 的原爆的計劃裡面 他有沒有下過力 還是他是故意要破壞這個計劃 他在戲裡面有一幕 阿尼爾波斯來到 他們問他 喂 海鮮堡用什麼 做那個原子反應堆啊 他說 重水 哇 整班人都收場 唉 行行行行行 但第二樣子更加嚴重 他裡面那個演員 扮演尼爾波斯就說 海鮮堡找過我 他想套出我關於原爆的 原子彈的一些 一些的秘密 這句說話本身 一句說話 已經將海鮮堡定了性 就是其實他是想 替納粹德國 去跟這個尼爾波斯談判 我們當時也談過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時候 大家到現在沒有公論 是 有一個話劇叫做 《哥本哈根》 是的 《哥本哈根》 在香港上過這個舞台劇 是討論這件事的 你對於這個處理手法 你認不認同 我挺欣賞電影裡面 他們做的資料搜集 尤其是對於那些重要人物的對白 基本上都是有根據的 很多是 譬如在原子彈裡面的對話 然後就是 在聽證會裡面的人的對話 因為很多都有文字記錄 或者你要平衡 就是說 有多少東西我要創作下去 有多少東西我要用回原著呢 我覺得是 我看到那個編劇人員 他本身的用心所在 那尼爾波斯呢 他如果是 能說這些評論 那照計應該就可以 在他去英國 和去美國的時候的一些言論發表 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在那裡 那換言之 海參寶現在應該定到性 就是他究竟在以前的時候的角色 他的動機是怎麼樣 我們應該肯定到的 嗯 我們以前是某一集的 科豪爾錄就專講海參寶 那麼海參寶這個人物 其實就是量子力學的一位 也都是一位奠基性的人物 除了Schrodinger 就是Heisenberg 是不是 Heisenberg的測不准原理 是不是一講這些字眼 可能大家都會有聽過 那就很有趣的 你可以看到 Openheimer 和 就是 就是 他去到德國 就是去慕名去學這些 就是當時他們奠基出來的量子力學 其實這些就是 Supposed 地位崇高的人 這個人來的了 又在這裡輕輕帶過 就是原本 大家純粹是學術上 夥伴的角色 就變成兩個陣型的對壘 也可以透過這個側面描寫 看到那種真是 學術界和戰時狀態 兩個怎樣去互為影響的一些情況 最初兩個好朋友 不如大家夾分寫一篇論文 Fanel說緊要 但是後來 這傢伙都很狡猾 是的 然後還要由他們的師傅級人馬 出來傳這個消息 回來 是的 另外一個 剛剛你提到的 其中一段 我想大部分人都忽略了 就是出現了一個人物 我們也講過的 就是戈德爾 是的 那件事也是真事來的 他愛因斯坦和戈德爾 其他人和他兩個沒有什麼話 和戈德爾都不喜歡和他一起聊 就整天在那條腦裡走 但問題是戈德爾對整個原爆計劃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是的 他只是出了幾秒而已 但是他就好像作為一個 就是怎樣說 你見到這兩個外型的人走 我就覺得很意味 為什麼我覺得呢 去到那個普林斯頓IAS 高等教育研究所 那個地方 首先就是你看那個湖 那個已經是很標誌性的 是那個地方 你去過嗎? 我去過的 然後 因為那裡只有那塊東西 沒有其他東西 你看完那個湖 你就知道你來了這裡 接著有一個建築 裡面有一堆銅像 其中還有愛因斯坦 我還要留意一套電影 會不會傻到一個地步 忘記把愛因斯坦的銅像 先拿走了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放過銅像 那些銅像是後來的事 那些東西是 還是撿了它 還是自己搭過警 我不知道 那些東西 可能如果是 可能中間要做一點 就是謝偉不要拍到 或者他要做一點 不想做CG 也要做一點CG 但是呢 他拍在那裡附近 一個重林那裡 有個爆炸頭的白頭佬 和一個很古宿的一個 一個韓貝仔 一看你就知道是 就像是兩個武林高手 兩個都主要是 已經是 退出江湖的武林高手 然後呢 就是由 Operheimer 一個還在江湖運職的人 回去找他們 就是我一看到那裡 我覺得非常有 那種武俠劇的感覺 其實是 那 就是他裡面也跟足 因為呢 就 這個CG到晚年 他是黏了線的 就是不用忌諱這件事 他真的黏了線 是啊 所以他夏天 他穿著那件很後悔的拍動 還有 安斯坦在日戲裡面 說的話就是說 他一直都怕 經常說給納粹黨 在他食物上 那這個是真事來的 他後來是餓死 因為他老婆去醫院之後 他不肯吃東西 他就怕命毒死 但是問題就是 這段戲理論上 跟整套戲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把下去呢 其實這裡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一個很不專業的解釋 就是會不會其實 原本有些東西 是多些資質 最後剪剩得那麼少呢 最後就不得不剪 就是沒有理由剪了 我覺得有一個點 就是科學家都可以瘋了 但是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 誰是Curt Gordo 和對他的學術貢獻不知道的話 可以聽回我們其中一集 我們有提到的 是的 是多久的事 一個月前的事 總之是今年之內 你那集是講的computable number 是 是 你是想講圖靈 裡面也涉及到科特爾 是的 是的 因為我們在收拾時間 有太多問題去講 其中一件事 我想我們也解釋不到的 包括這套戲也解釋不到的 但是為什麼去到他 他被這個調查委員會去盤 特別是被那個律師盤的時候呢 他是借了啞口無言 不懂得辯駁 嗯 那你先前就承接一下提到 就是科學家就 就比政治玩的 很多時候就是 那 就是 我想不只是講不講科學家 你任何一個人 當你在那裡 你其實不是太想 去把所有東西交代出來 你很怕把所有東西交代出來之後 被人挑到更加多的東西 那於是你可能找到 希望去想一個minimal version 去把你有利自己的立場去表達出來 但是中間可能發現到瑕疵 或者實現 發現有一些位實在是蓋都蓋不住 那當然啦 我想對於Openheimer 最難蓋住那個地方呢 就是他自己的私生活那裡 究竟他的私生活 他需要講多少 蓋多少 從而令到他不用講自己太多的私隱之餘 亦都可以叫做 就是為自己辯護到呢 我想這裡是很大的 struggle 就是你正正就是因為 你生活上面有些不理性 自己都不能對自己解釋的地方 就是 他不是好像一條 equation 你跟著來 run 但是往往就是 你生活上的這些這樣的選擇取捨步驟 甚至乎你不經意作過故事 說了一個謊話 甚至說那些你自己都不記得的東西的時候 我想就是 你很難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 完整無瑕的科學理論去擺在別人面前 那就難免遇失的了 這些就會 這樣也很諷刺的 他是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幾個星期內學了荷蘭文 又懂得看法文 他就說 I am a idiot 這裏我想是包括了自己 對於自己的私生活的反省 我猜他 最後一個問題 這套戲裏面完全沒有提華裔科學家 華裔科學家當時起碼 我們也不提華裔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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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 最近那裏 不是Bar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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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套片被人吵了兩次 第一次 為什麽說二十分鐘都沒有女人說話 不是真的 我不是亂作的 第二件事就是 印度有人吵 為什麽是引述這個 博家煩哥的時候 兩位男女主角在打電話 這樣又不喜歡 是吧 這個我真的不太知道 怎樣去解釋他們 這些就是 說去科學家那裏 你有什麽評論呢 這樣 你說如果 以我們所知 以我們一直科學生之講過 比較貼近 馬克頓計劃的華人 OK 你首先起碼就是 當時已經在美國求學的人 吳建雄是差一點 吳建雄當然有他的能力在這裏 但是當時他是沒有被 Openheimer去挑選進去的 但是的確 吳建雄自己有些研究成果 應該是有跟隨了Openheimer 就帶了進去成為技術資料 這個其中一個刷新而過 另外就是 找得進去 即是當時你要去到教授級 你就算是楊振寧已經是遲了些了 因為楊振寧是差不多去到 場仗快打完才畢業起程 這樣再去 要去到真的有華人去接觸到 曼克頓計劃的資料 以我記得 最快的那位物理學家就是李正道 他簡直是被民國政府 用這個盟軍代表的身份 在戰後派他去觀摩這個曼克頓計劃 當時李正道教授在1998年 某個在香港某個場合 還曾經拿這件事來自嘲過 就是拿來開玩笑 就是說 當時他拿著這個護照和簽證 入境美國的時候 美國問他 你來看我們馬克頓計劃 為什麼中國派一個童子軍來呢 這句說話就是李正道教授自己的原話 當然大家不知道李正道教授 其實是多聰明 和最後是多有成就 他最後也在美國拿了這個諾貝爾獎 純粹是因為當時他穿了短褲子 穿了一個梁鞋子 然後他只有19歲 這樣去 就令人好像很看低 但是都是一些戰後才能接觸到 這個馬克頓計劃的華人 實際上就是 純粹是因為那個人數的人不夠多 你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華人群體在那裡做物理 最重要是行內的呢 數不到的一個 最好就是跟Openheimer自己 做那堆這樣的化學 高能物理 量子力學有關的人 你要進入這個圈 才被他挑選到 所以我想就是 我想沒有什麼總不總做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那個圈裡面 他有沒有華人在那裡 但是他兩位都是在 波紋斯頓高等學院裡面有位置的 在50年代已經 嗯 這些是後來的事情 你說的楊振寧教授 他去到普林斯頓的時候 甚至去到IAS 即後來會撞到愛因斯坦那裡 都是在1954年左右的事情 但是那個正正就是Openheimer被審的那段時間 嗯嗯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回到先前 他那個武器研發的事情就不關他事了 就變成了 是 好了我們都發掘了很多問題 希望大家在看的時候 能夠兼顧後面的歷史的事實 和一些人物 這部電影三個小時事實上是短的 是啊 還有就 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說下去 就是說 其實我自己有些想說的 就是 那套戲裡面 有哪些事情是真的 哪些是真的發生過沒有發生過 有沒有一些科學上的事情 可能是反而有些Bug 或者看看之後有沒有機會再說 或者將來我們包場 到適合時候 是啊 是啊 我們在裡面 戲完成了之後 我們有一個研吐會 哈哈哈 靠我們很難搞得整個 不是的 包場現在不是一個難題來的 是啊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結束 我們下一次就回來 好 既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 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kanssa 按 adviser 按讚